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内容真的是自己第二天发生的事 这唤起了他寻求刺激的心 不一会儿他又收到了明日的我的第二集 预告里水哥主动约阿湘见面 阿湘不由的窃喜 很快他就真的收到了水哥的邀约电话 并开心的付了约 两人说着过去的种种 而阿湘惊奇的发现 水哥依然保留了十年前的习惯 喝咖啡的方式和喜欢的乐队 十年未变 这让阿湘欣喜不已 他越来越沉迷和水哥的暧昧中 这天阿湘又收到了明日的我的第三集 他悄悄地点开视频 视频中水哥对他深情告白 两人相拥而吻 他惊喜地叫出了声 这迎来了丈夫的注意 心虚的阿湘不敢说出事情 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门控过关 此时水哥也发带了信息 怀着期待的心情 阿湘和水哥见了面 事情也按照剧情一步步往下走 马上就到了亲吻环节 阿湘赶紧喷了口香清醒剂 期待着水哥的下一步 而水哥告诉阿湘 自己其实有了女友 就是当初在医院的护士 而自己并不爱她 只有和阿湘在一起 她才最开心 情道深处 两人顺理成章地接了吻 从这以后 阿湘更加沉迷明日预告 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很快到了第九集预告 两人频繁地约会 被水哥女友抓了包 被迫分了手 而阿湘种种异常的表现 让丈夫颇为不满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丈夫也离家去工地居住 晚上 阿湘和水哥刚吃完饭 果真被水哥的女友 抓了先行 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按照剧情 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本以为会像剧情的呀 没想到 水哥突然追上了阿湘 并强调 只想和他在一起 这让阿湘颇感意外 回到家 阿湘便收到了 明日的我的最终预告 预告中 丈夫在工地出了事故 不幸而忘 而他和水哥最终在一起了 看完视频 阿湘很不安 他连忙不通丈夫的电话 没想到 丈夫却把手机落在家里 他一夜未眠 隔天 水哥就发来信息 带他出去散心 犹豫再散 阿湘还是出了门 路上 他接到了快递的电话 原来 为了清楚结婚纪念日 丈夫特意为他准备了惊喜 想到过去两人的种种 他拒绝了水哥 准备去救丈夫 路上 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说丈夫出了事故 阿湘急忙赶到医院 当看到病床上 丈夫停止了心跳 他顿时崩溃 他的哭喊声吵醒了丈夫 丈夫说道 我只是脚骨折而已 阿湘顿时梦了 护士联盟解释道 这个仪器出故障了 看到丈夫没事 阿湘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 未来是随着现在的改变而改变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 一步一步走向他 未尝不是件好事 就在阿湘准备迎接新生活时 身后一阵刺痛 水哥的女友用刀刺向了他 原来 预告中不是身亡的 是自己 其实 这个故事也是一种警示 他告诫我们 要珍惜当下 不要被虚无的未来所迷惑 且行且珍惜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明日的我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